你告诉我姐姐什么问题啊? 我一辈子,几乎每个国家,每个人都在害我 我姐姐,我姐姐 我看到那个黄世仁啊 黄世仁啊 黄世仁原来是一个大善人啊 但是啊,现在全中国都说他是坏人啊 现在全中国都说他是坏人啊 人家全中国都在传啊 那个黄世仁啊,把杨白老给憋死了 大家全中国都知道这个事啊 都知道黄世仁啊,把杨白老给憋死了 把他憋死了 大家都,全中国都知道 那个黄世仁说,我冤枉了 我冤枉了,我冤枉了,我冤枉了 冤枉了 你啊,你原来的忆念当中啊 也知道这个故事 你脑袋里一想到啊 原来,这个世界上 竟然还黄世仁比赛 我现在爸爸也在比赛 就像黄世仁比那个 杨白老黄在一样 你脑袋里这样一想的 把一拳打在你脑袋后面 看啊,不要看天 一拳打在你后面 黄世仁啊 黄世仁,黄世仁 你欠了别人的钱 或者到了你该交配的事没交 人家在推你这个 你马上又想到了黄世仁 要被那个杨白老要还债了呀 又想到黄世仁比杨白老要还债了呀 又来憋我了呀 想到黄世仁的时候 一拳 又打在你后脑袋上面 打在这个位置上 又打了一拳 又挨了一拳打 哎呀,我这辈子 其大会的时间都在欠着人家的钱呢 想到人家 要叫我还钱的事 我就马上想到 黄世仁比赛了 想到黄世仁比赛 他说,又一拳打在你后面 你这问题出在哪里吧 这还不是关键 你欠了人家钱 或者 或者你爸爸欠了人家钱 人家要叫你还钱的时候 是你的事 和黄世仁一点关系都没有 首先 和黄世仁没关系 这个第一个要分清楚 分清楚 知道了吧 和黄世仁没关系 是我欠钱 而不是黄世仁来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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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自己欠的钱 和黄世仁没关系 首先第一个分清楚 这个分清楚 这个分清楚 这个分清楚没有 其我自己欠钱 和黄世仁来关系 嗯 真的知道了吧 这个先搞明白没有 哦 你不要想中国一般的人 就想到那个 涉及到钱 涉及到债务的时候 就想到黄世仁要的故事 第二条 然后 杨拜老欠了黄世仁的钱 黄世仁要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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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不是亲自用刀把 杨拜老杀了 用各种方法都会天经地义的 你认为得对吧 对 哪怕恐怕人家 因为还钱本来就天经地义 所以你自己不还 杨拜老不还钱 有助在先 人家罪在在后 是吧 哦 那你要对黄世仁说 你罪在是合理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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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你的罪在行为 被中国人描述成了 把人逼死了 是 中文是被中国人 把人追死的 而且 在中国现在流传着一句话 现在这个年代谁离开 现在中国就传着一句话 杨拜老离开 杨拜老离开 现在变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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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了 变成了 连黄世仁都没办法了 最关键问题啊 黄世仁没有被识杨拜老 最关键问题啊 黄世仁没有被识杨拜老 杨拜老不但在内障 而且在诬陷别人 更关键的是 人家憋到的故事 说那个杨拜老被逼死了 实际上没死了 杨拜老那个故事也没死了 杨拜老那个故事也没死了 在那个真正的故事里面没死了 在那个真正的故事里面没死了 在真正的故事里面没死了 这个都是瞎变的 全是瞎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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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啊 我一想到在我的时刻 马上想到杨拜老和黄世仁的故事啊 这就是我自己在电脑黑白了 所以啊 所以啊 我挨打了 所以我挨打了 这个词词 你对杨拜老说 对杨拜老说 对杨拜老说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我不应该像别人一样 在电脑黑白 在电脑黑白了 杨拜老啊 现在 跑到哪里 都说 我是手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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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拜老说 在无论跑哪里 有些人说 我一些害人 你说你像不杨拜老啊 你怎么那天到晚说 全世界都要害你呢 你说像不杨拜老啊 我 你看 杨拜老跑到哪里 都说 自己的受害者 要不起人家的同情 然后要 要把那个 要把 黄死人给整下去 到哪里 他这个受害者 倒是一个受害者 倒是受害者 你说全世界都要害他 你是不是也在说 全世界都要害你啊 你跑到哪里 都说别人要害你啊 你说这个 从杨拜老像不像吧 你想想 你想想 你是一个 什么大不了的人物啊 什么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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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追杀你啊 你说什么 了不了的人物 要全世界都要追杀你啊 我追杀你没有啊 哦 哦 目前没有呢 因为在将来 我会追杀你 是吧 所以啊 你脑袋里一个 被全世界追杀这个 这个 这个 叫那个 这个叫这个 医学上叫什么 叫 被害妄想狂 追杀你的也可能有 可能三个五个十个八个 但不至于全世界都要追杀你 而这样的医念来自谁啊 来自杨拜老 杨拜老 杨拜老护在你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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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感应到那个杨拜老的思想 杨拜老在一年里边 总认为全世界都害他 杨拜老认为全世界都害他 确实是 他的吸引出气以后 很多人都知道他的故事 不得了他同情 不得了同情以后 谁和全世界都害谁啊 现在我们 几乎全中国人民都害 黄死人了 现在黄死人成了一个真正的受害者 全世界都在害他 所以啊 你的脑袋里边 既有黄死人在 又有杨拜老在 两个都认为是一个受害者 然后啊 所以那一年当中啊 你总是在说 多少人要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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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情况没有多少人要害你 但是呢 你实在在被杨拜老和黄死人附起了 他们还在你身上 互相在打仗呢 互相在打呢 在你 在你的身上就是他们的战场 你跑哪里 他们两个人就 你背着他两个人 而背着这两个人 不是说你背上两个婴儿 安安静点的背在你身上 而是他们在互相在打 所以啊 刚刚一上来我就看到那个 那个 那个 黄死人啊 在打你的头啊 谁像黄死人在打你身上的杨拜老 黄死人啊 黄死人也在你身上 黄死人也在你身上 杨拜老也在身上 所以啊 而且你头痛啊 还经常有这事 经常头痛 经常头痛的原因是 杨拜老在你身上 他在那边说 全世界害他 他在全世界害他的时候 黄死人就一拳打在头上 那么 第二 这个的结果 黄死人 这个 真正 成了受害者 他也在临界看 他被全中国人民 冤枉了 被全中国人民 冤枉了 被全中国人民 冤枉了 好 不要前面了 你听着我讲 你不要问 你打岔以后 就有一个前面打断掉了 就不上了 以后不要说 不要脑袋里转断的时候 要问 你听着我跟着我的这个 你说前面就把我打断了 打断了以后 你要进行你的事情了 好 以后不要打岔 然后你对杨拜老和黄死人说 我不是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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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 只是一个善良的 最底下的平民而已 我是一个善良的最底下的平民而已 我这个 帮你们 纳喊两极 我这个帮你们纳喊两极 我只能说 我只能说 黄死人 你被全中国人民冤枉了 我 黄死人 你被全中国人民冤枉了 黄死人 你被全中国人民冤枉了 然后你只要那个杨白的说 你不是个好东西 你为了你女儿 不得手段来害那个黄死人 你一方面想把自己的女儿 作为一个小气 嫁个 黄死人 另外一方面 又在外面说黄死人霸占了你女儿 你以前借共产党的时候 把黄死人给干了 然后你对杨白的说 一旦共产党把黄死人给整了 你得到了什么好处 你把黄死人给整了 那是什么好处 你把黄死人给整了 你的心成这样子呢 这个时候杨白的有点清醒了 杨白的有点清醒了 你听了就行了 你听了就行了 你脑子就跟着接受 想到问题出在哪里边 哎呀 你说 原来 你问他 你问你一句话 问那个杨白老一句话 那个称干部是不是共产党派来的 你说这句话 你说那个称干部是不是共产党派来的 那个杨白老点了点头 那个杨白老点了点头 他说 我就是党派来向你做思想工作的 你就是一条共产党的走狗 你就是共产党的走狗 你害了几家人 搞得嫁妇人吗 你搞得几家人搞得嫁妇人吗 而且 你无限夸大了这个小世界 这个把这个故事还编上了荧幕 让全中国人们加一户巧 这个 黄死人成了个厄霸 杨白老成了一个受害者 而真正的受害者 是黄死人 但人们一旦聚醒过来 那么人家就会 指责杨白老 那你就是我们所说的千父熟子 好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杨白老 他认为自己也个受害者 他认为自己也个受害者 他是谁的受害者呢 他认为是被称干部搞的 所以他觉得一个 是称干部给他搞的一个 他是一个受害者 你最后就发现了吗 没有一个赢家 造假 没有一个赢家 替了共产党的 慎恿 也没有一个赢家 全是输家 所有这些输家全跟在你身上 跟在你身上的时候 你时日刻刻感觉自己是个受害者 时日刻刻感觉自己是个受害者 所以我一开始听你描述的时刻 我一直以为你是夸大其词讲这个词 一直以为 以为你是夸大其词讲这个词 原来 夸大其词讲这个词的人 是杨白老 夸大其词讲了这个词 杨白老在你身上一个 现在你的思想 里边混杂了好多杨白老的思想 所以你总觉得自己被全世界在追杀 每个人都想杀你 我刚才思产心都问问你 我有没有 我也没害你 你说目前没有 年外自己将来我也会害你 听到了吧 这个词念来自谁啊 来自杨白老 杨白老 杨白老 然后你告诉那个杨白老 你的根源是上了共产党的当 你的根源是上了共产党的 然后你对他那黄死人说 你的根源是被共产党害了 然后他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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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明白了哦 原来两个都是被共产党害了 你对他说 我不是共产党员 你对他说 你不要加真的两次 你说我不是共产党员 很认真的说 我不是共产党员 你们两个盯着我 就盯出人了 你们两个盯着我 就盯出人了 因为我从共产党不占别人 因为我从共产党不占别人 我也没办法帮您向共产党呈述这件事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一句话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一句话 现在共产党的总书记 也就是投入是习近平 现在共产党的总书记 你可以找他去 你可以找他去 对 你可以找他去 你可以找他去 下了一刻慢慢慢慢走了 找习近平去了 那么你慢慢慢慢 疼了就清醒了啊 你以后 描述的时候 再不要说全世界都在害你 没有那么多闲工夫的人 那么多人想害你 而这个阴影来自谁的 来自杨白老和黄死人的 然后你总觉得 人家要最债 总觉得你会 总是会觉得一种负在内内的感觉 负在内内的感觉 是杨白老的事 和黄死人的事 也是来自于他们那边 所以我一直说 你分不清你我他 为什么分不清你我他呢 一旦自己被外灵附体以后 外灵 占据了你的身体以后 好多行为不是你的 被他们控制了 所以啊 你是谁 一个小时之前 你除了你自己之外 你是杨白老 也是黄死人 还有其他负在你身上的人 都是你 所以啊 你搞不清你我他了 所以啊 我一直在说啊 你一个最大的毛病 就是分不清你我他 分不清你我他的一个原因 就是被王林附体了 你从王林那个意念 搅到一块了 所以要慢慢慢慢清你掉了一个 才能 清你掉了一个 才能搞得去你我他 另外啊 你感觉别人受快了 你就要帮人家 有的是搞不清楚界限 有的是同你没关系的 你要帮 可以 你比如说 这个人没钱了 你拿点钱给人家 但是你承担其他责任来 就像林牌的死狗 林牌 可以替家里人 可以替家里人牌 但不要替同学牌 或者 同不相干的人牌 为什么 林牌这死狗 是要参悔道歉的 那个时候 你把责任 揽到你自己身上来 参悔道歉 那么你就扛起了 别人的责任来 他自己没承担责任 你帮人家扛责任 那么就发生了 因果转移了 比如说 有个人得了重病 你可以 劝他说 哎呀 你真的想要 这个林牌的解决的话 你劝他林牌 然后你觉得他没钱 你再说 我可以送钱给你 但你必须自己 牌 你不要 你替人家牌 家里人是可以的 家里是一个利益的共同体 是可以的 但是你从外面 不是利益共同体 即使有利益交叉的话 也可能只有百分之一百分之二百分之三 一点点的利益交叉 一种情况下 可以互相记得牌 你们共同开了一家公司 这家公司出问题了 那么这家公司当中任何一个人可以来牌 明白吧 其他 就不是一个利益共同体 不是利益共同体 你可以传达这个消息给人家 但你不要替他牌 昨天就是因为你寄人家牌了 然后那个人的恐惧 那个人身上全跑你身上来了 所以我说一定要你要分清 你我他 当然 有的外人附体在身上还没了结的 还在身上没走的 有时候你分不清 是他 但你意见当中你一个 都想想 你我他 这件事是不是我应该干的 你脑袋里经常有这么一个意念 这件事是不是我应该干的 跟我来想一下 这不是我的事 是别人应该干的 我做好的也不能做到这个程度 那你就把他自己收回来 哦 我是我 他是他 比如说有的一个罪犯 来请你帮忙 你帮了他 警察抓你的时候 连你一起抓 你成了一个同犯 这都他是一个主犯 你是一个重犯 或者是共同者 明白吗 所以不要任何事情都要插手 别人的事 要分清你我他 有的事情搞不清 因为那个夫妻太多了一个 被另外一个外领夫妻了 今天就这个事情就很明显的 是一个黄死人和杨白老 他的外领在他身上 现在已经走了啊 他们的纠纷 是共产党一直造成了 现在让他找共产党的总数自己去 哦 哦 你不要给我无限上纲 我说到哪里就哪里 你不要往上纲去 你无限上纲的话 你那个人家又断掉了 你领牌的时候 一定要跟着我的记者 不要不要借去发挥 哦 就是认识处理问题 领牌就是认识来处理问题 我不通理那个 跨了十万八千年的事 那可以了吧 啊 好 好